好 各位童工 这段时间很流行一个游戏叫做Wordel 可能大家都有玩过 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自己作为一个学科老师 弄一个游戏给学生玩 例如我们经常都想学生是读生字寄生字 譬如我教数学或者ICT电脑科 都可以读生字是要学生寄的 可不可以将读生字变成一个Wordel的游戏 给学生去玩呢 可能会是几有趣 我们可以借助Street Playground 因为iPad现在都可以写App的 这里是一个未完成的版本来的 但我都可以试试Play一下它 这个字supposed都应该收起来的 例如这个秘密的词secret word是Factor 我想学生识意这个字 但是现在这里我们就乱打都可以的 就是我们还在试试 但如果中了位置又中了字母 如果中了字母也不中的位置就出了黄色 全部都不中了这里还要灰它 然后就要估下一次 我们可以试试试试试是怎样做法的 我们首先看看玻璃里面 有个extext 这一堆东西 比如17至22行 就是show secret word 例如Factor 用个text view 这些字体 设定的 border color 或者background color 用了灰色 这里用个for each的loop index就是0-5 secret word 在上面 第五行这里 暂时用一个array 先进入 其实可能稍后用array of strings 就会好些 好 接着我们跳一跳 看下面 就是第3和第4行的26个字母 现在我顺序出的a-z 分了两行 0-12 跟着就是13-26 letters就是装着那26个字母 我们上去看看 这里 有个variable letters a-z 暂时用上array去做先 好 跟着呢 回到这里 就用for loop 比如头13个字 index是0-12 用for each的loop 这些每一粒都是button来的 因为呢 要被user选择那个制 就是选择那粒字 所以每个字都是一个button 有button才有action 好 跟着这里 word1是什么呢 word1就是user 猜第一个word 第一个字词 count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user呢 选择到第几个letter 或者alphabet count由0开始 最大数到5 譬如呢 这里每一个都是button来的 五十二行这里 这个其实每粒都是按针来的 user按下去那个按针 那里呢 就会有个action 做啦 五十三四 五十四 就有个action 就是将letters 第index那格的字 摆下去word1 第counts那格 那里 这个东西就会将下面的字母 放在上面呢 用这个array那里 那里 count加一 那里 那下面那个label呢 就是button那些 那些 譬如那些字呀 的font size呀 的颜色呀 border color 諸如此类 那下面呢 在第四行啦 那就是 第十三至到第二十六个字母啦 那其实跟上面一样的 跟上面这个for this alone呢 基本上都一样 只不过呢 是repeat for第二行的字母 好跟着啦 到这个button 这个enter键 那做什么呢 就是 当那个user 就输入了这个word1的时候呢 按按按enter呢 就check word1 哪个字猜得对 哪个字猜错啦 那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呢 有个correct array 那要先解释一下呢 那用这个correct array呢 去跟进回呢 究竟哪个字答对 哪个字答错啦 譬如0呢 就代表呢 就是全部都是错的 不对的 那没有任何颜色显示 如果呢 这个是1呢 就是说它中了那个字母 但是不中位置 那这里是一字 那2呢 就代表是 中了字母 又中了位置啦 那这个呢 就是绿色啦 那就可以 那array呢 很方便的 可以随时去跟进呢 就是哪个字答对啦 哪个字答错呢 那这个呢 就是 挺有效率的做法 好 回来啦 那例如呢 这里我有个for loop 那当我按这个button enter键的时候呢 如果呢 secret index那格 等于word1 对应index那格呢 那就是估中了 字母和估中位置 所以呢 我就update correct array 是2 好 我可以测试一下 那个app 例如呢 我估中了fa t字呢 跟着呢 其他就这么大 那这两个就绿色的啦 试试估中的t字呢 哎呀 就是中了这个 是啦 这里虽然呢 继续再改良啦 那例如呢 譬如呢 比如估中的o字这样 但是呢 就是 这里应该出黄色的啦 那但现在就是我们未做到的 好 那我们在下一条片呢 会再继续呢 讲一下这个project呢 做什么呢 拜拜